韩国留学生李顺子和泰国留学生米米正为他们的博士生论文开提报告做准备 李顺子曾在中国教授韩语 米米则在中国做生意当演员 在中国求学工作多年 他们已经掌握了不错的汉语知识 现在的网络语、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专业词语 对我来说比较很难 所以我正在努力多阅读的提供老师提供的资料 并深入理解学习 相信会越来越好 教的部分也很帮助 就是要跟这里的工厂沟通 然后进口到泰国 然后那个拍戏或者拍广告什么的 都是要看那个剧本是中文的 在学习中文的同时 他们也对中国社会、文化有更深刻的体验了解 近年来 随着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纯粹的国际中文语言教育 已经无法满足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发展 及世界其他国家民众对中文教育越来越多的需求 日前 华南师范大学成立东南亚中文教师教育学院 举例培养海外本土高层次中文师资人才 尤其是满足海外本土民众对中文家专业师资的需求 为何中文家专业的国际中文教育在海外越来越受欢迎? 华南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吴坚近日接受中心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做出解答 传统的国际中文教育更重视是语言教育 而中文家专业或者是中文家职业教育 不仅要重视语言教育 还要重视学生专业知识的学习和专业技能的提升 更强调的是实践性和学和性的特点 中文家专业教育 它是立足于中文教育 但是呢不侵限于语言教育 有利于学生个人生长发展 有时候还可以直接帮助学生找向工作岗位 学生会有更明确的学习目标 让中文学习和个人生长发展更贴合也更精密 当前的话呢 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进程中 沿线各个国家都持续既懂了中文 又能够掌握专业技术的这个负合性精彩 中文家专业或者中文家职业教育 在国内外的话呢 也迎来了新的记忆 中华文化呢 是全球多元文化的重要出身部分 海外中文教育呢 助力推荐中华文明的国际理解 海外本土高城市的中文师资 往往具有专业的领导力和影响力 同时呢 高城市本土中文专家 不仅是掌握汉语和本国语两种语言的人 也是通晓两种文化的人 在化文化理解中既有得天独号的优势 他们是肃进中华文明与海外其他文明 交流互建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 另一方面呢 培养海外本土高城市中文师资 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国际中文交易找长眼的重要的支撑 国际中文华文化 加不 Others 愿意 工企业